今天的新闻深一点专题 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让大家闻之色变的新冠肺炎 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力 对于校园来说是一大威胁 为了防堵疫情进入校园 不少学校都加强了各方面的防疫措施 包括了量体温、洗手等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校园 看看新店区的几个小学是如何进行防疫工作 新冠肺炎来水汹汹因为传染力强 因此在全球造成重大灾情 而学生群聚的校园安全更不容忽视 受到疫情影响 全国高中以下学校都延后开学两个星期 就在此时各个学校的防疫工作早就动起来 过完年我们就立刻召开我们行政的防疫小组的会议 然后也纳入行政老师跟家长跟职工 所以所有的防疫的组织运作我们就开始了 趁着学生还没开学 学校赶紧准备各项防疫物资 另外老师与教职员也投入教室与校园的清洁消毒工作 不过最伤脑筋的莫过于开学后的防疫工作 开学前一天是北新国小的备课日 所有教职员工都要返校准备开学事务 不过这天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防疫演练 小朋友们进入校园 在川堂就要接受量测体温 为了让动线顺畅 学校开设了十条通道 并且发动志工与家长会协助 我们一个孩子量测体温的时间大概是五秒钟 那我们有两千三百多个孩子 那目前我们有十个关卡 那安排了有十位志工 还有五位家长跟五位的行政 大概一天至少有十到二十位的家长 然后来同时量测体温 那确保进校园的速度 不会因为这样受到这个影响 除了体温测量 另外包括了隔离规划 体温异常处理 洗手教育 入班注意事项 以及午餐防疫等 都是这次演练的重点 面对开学日到来 全校教职员都绷紧神经 2月25号开学日 学校如临大敌 尽管每个学校都经过无数次的演练 但在开学日这天还是不敢轻忽 早上七点半开始 中正国小的学生陆续到校 志工与教职员 首先在校门口帮每位小朋友消毒手部 接着在穿堂 缤纷酒路 为学生量体温 希望可以全面阻绝新冠肺炎病毒入侵校园 早上小朋友来 我们看了这样整个情况是非常顺畅的 我们第一关就是请小朋友 我们老师和志工会喷一些次力酸水 那过了之后呢 我们会进到我们的前仓堂 有酒到来老师跟志工会量耳温 如果学生正常的话 我们就要请他们进教室 开学第一天学生上学情况算是相当顺畅 中正国小校长徐少佑表示 为了让进入校园的成员更单纯 这学期也要求家长尽量不要入校 访客如果有需要 都必须佩戴口罩并且量体温 务必要将人员管制做到滴水不漏 当然校园防疫必须面面俱到 注意每个环节 像是大风国小 也针对小朋友来到图书馆 节约书籍谨慎防范 除了每天清洁内部环境 硬体设备 书籍也会用酒精擦拭 同时还会为每位来到图书馆的学生 喷洒酒精消毒双手 务必将防疫做到嘴周全 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小朋友 到图书馆来看书 因为在防疫期间 毕竟能够从事的阅读也不多 而且阅读习惯也不要中止 所以他们进来之前 他们会有志工妈妈 帮他们消毒双手 另外我们的志工妈妈 每天都会轮班 把每一本书的书皮 书背都消毒完毕 不仅如此 图书馆在防疫期间 还特别规划了款书箱 不必尽管就能够归还书本 也可以将图书馆人潮分流 我们尽量减少 小朋友们之间的密集接触 所以我们在还书上面 就直接开了一个还书箱 小朋友们只要把看过的书 丢到还书箱之后 志工妈妈扫就归党了 如何在防疫期间 提供学生安全的学习环境 对每个学校来说 都是一大挑战 此时也唯有师长 与家长及学生的权力配合 才能够一同度过新冠肺炎 这个难关 记者是明镜站本期新店 采访报道 诞异访 Nowadays ì Stress